宁静县幻马殿镇曹五团村东南方向建有一座石孤历史文化广场 石孤与宁静七大姓的传说 在宁静县城内 邢台市及河北省部分地区均有广泛流传 石孤旧府七名幼童的义举和精神 值得后人缅怀和敬仰 元朝时期 在距宁静县城十五花里的古堂城乡 今曹五团村 有一户高姓人家 其主人夫妇先后去世 临终将一幼子托付于家内侍女 元顺帝制政二十年 公元1360年九月 红金军由赵州一路杀戮至宁静 高家侍女石孤慌忙携幼主逃命 一路之上又收留了六个孩童 这一天 他们刚走到县城南关的丁石桥 眼看就要被红金军追到 石孤忙领着七个孩子藏到丁石桥下 追兵追至桥头 见桥洞口有几十只蜘蛛频繁接网 随报告桥下无人 就在这时 河水忽然画画作响 两条金色大鲤鱼跃出水面 率兵首领猛然想起昨晚梦中 有一白胡子老者自称孙公 告曰 勿扰我意 丁桥将有二里相限 陷见此景 与夜梦相合 急令退兵 绕道宁静 向远而去 藏在桥下的石孤和七个孩子 躲过了劫难 返回高家老宅 石孤耕田纺织度日月 将七个孩子养大 并按长幼排序 兄弟相称 这便是宁静百姓常说的 孙章两王高兆静 石孤不到三十而逝 七姓男童不忘其抚育之恩 高氏族将其葬于高氏族营西北裕 石孤就辅宁静七大姓的故事 在龙庆赵州至宁静县制 康熙版民国十八年县制 和七姓族谱中均有记载 石孤是一名伟大的女性 她欧心力血 福孤救孤 将七姓幼童抚育成人 并繁衍为宁静当地的名门望族 书写了宁静辉煌的发展史 在红金军之卵 与后来的燕王扫北 经历二十多年的战争中 保留下宁静原始的基本人口 为宁静的发展壮大 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 受人之托 忠人之誓 一言九鼎信守诺言 石孤的词举 实为忠信 仁义的壮举 石孤与宁静七大姓的传说 为宁静人民 津津乐道数百年 并形成了宁静特有的 历史文化特征 和本地历史文化认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石孤与宁静岭的平均 并不能为宁静